日月光排放污水的丑闻越滚越大 高雄地检署跟环保局联手查出来 K5 K7跟K11厂 擅自安装了海洋放流管线 而且K7厂呢甚至是直接排放污水 高雄市环保局决定在今天上午派员进驻日月光K7厂内 要在五天之内24小时的监控盯场 来掌握K7厂的污水排放流程 警察人员配合环保警察浩浩荡荡进入厂区 一连五天24小时全面监控日月光工厂的污水处理情形 为了就是要查清楚日月光究竟是如何排放废水 我们是进场就是说看他们的废水功能设施 这些有没有正常的操作 所以大概我们一天分三班 一班八个小时每组是两个人 那一共联系五天我们看看他正常有没有操作 就废水功能设施有没有正常操作 所以做一些功能上的查核 检方连日来查出日月光的K5 K7及K11厂 未经许可进私自设置污水海洋流放管 而爆发非法排污案后 K7厂的海放管竟然离奇的被截断一截 是否为了湮面证据令人起疑 检方13号也大动作传唤K7厂厂长舒丙硕等五人 其中舒丙硕在讯后因公辞反复有串政之余 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而14号下午检方也将传唤日月光董事长江前生 要厘清高层对于非法排污一事是否知情 日月光非法排放废水 甚至还篡改提供给环保局的水值检验报告 恶行重大以达勒令停工的标准 高雄市环保局也预计在近日内 对日月光K7厂寄出停工令 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他们的陈述意见书 等他们陈述意见书出来进来局里面的话 我们会尽数发出我们应该有的裁决 不过日月光一旦停工 最直接影响的是5100位员工的生机问题 K机场内人人自为担心饭碗不保 高雄市劳工局则出面解释 公司如果遭到勒令停工 停工期间员工的薪资仍需照给 也将会密切关注日月光员工的劳工权益 U10TV留学生领品中杨兰祥综合报道